现在温体肉加入高汤 一碗热乎乎的牛肉汤 当早餐暖暖身子 又或者是来碗刚煮好的鲜舟 榜煮雨晗 上午起来啊 吃那三明治什么的 就觉得好像不够软的感觉 吃这个会比较温暖肚子吧 气温骤降好冷好冷 加上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就连南部也陆续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台能9度 加以也降到7度左右 但冷气团发威 空气品质反到越冷越好 从台中市区远眺能见度非常好 最远还可以看到玉山山脉 层层堆叠 就连山脉间的云海 也是若隐若现 空气品质间测拼 2.5浓度全台不是绿灯 就是黄灯 就连空污问题严重的高雄 也有黄灯 台南和台中都是亮绿灯 空气品质难得的好 下过雨好像好一点点 下过雨清洗 现在空气挺好啊 挺新的 高雄市区气温平均15度左右 但终于不再是回眸眸上空一片蓝天 85大楼和知名公物广场上的摩天轮 清除可见 前几天连续下雨又湿又冷 暂时改善严重空污 蓝天清晰可见 也算是在寒风中的另一种小确幸 记得陈思源 陈胜义 林正彦 潘颖文 高雄台中综合报道